年年有福是今年香港國際拍賣會的馬 新價是380萬港元 而這匹馬在澳洲出售時 新價是15萬澳元 年年有福是騰著士Terry Stock一族 這匹馬的成績不錯 北極光 包裝智威 紫菜福星 有講有少 巴巴幣 五匹成員贏過 這匹馬來了香港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大部份來講傾向持續一點 還有跑長路程的賽事才適合跑 跑馬地就有很多高手 這附系過往最厲害的就是前馬王的明月千里里 那些比較早年的騰著士的指示 至於年年有福的武系 Norton Meteor 女兒 上個陣就沒有上名 武線家族近代成員出過紐西蘭打比得主的Sing Rims 澳洲麥堅倫錦標得主香濱 色尼和紐西蘭雙料橡樹賽得主發北水都 大部份成員長優於短的性能 看完父母兩線 一群年年有福看來不像短途馬 跑到中距離賽 甚至更長路程的賽事才適合他跑 鄭俊偉馬房的初出馬近季表現是一般的 從上季到現在為止 暫時都未見到鄭俊偉馬房的初出馬贏馬或上名 發財大師是2022年的國際拍賣會馬 當時的身價是360萬港元 而他的周稅身價是20萬元 在英國達德數拍賣會拍賣的馬 發財大師是登塔島的Fast Network的紙字 馬鋼是香港的大族 到現在隨著登塔島的年紀越來越大 所以紙字數目都開始下降 今季有試跑得多多勇區的兩匹成員贏過 上名的馬有黑圖火箭和精彩勇士 整體來說這系馬都很存在 初期大部分都跑短途 跑到長途都沒問題 多多勇區就贏長途 發財大師的母系是 Sea the Stars 曾經愛蘭的李奧柏馬場 贏過一場2400米的長途賽 當中還包括兩項在表列賽上名 保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長些路程的馬比較多 曾經出過葉森打給得主的新路向 來過香港的成員有財寶英 亦都贏到長途 還有一匹繽紛公園 亦都在歐洲方面 跑長些路程跑得比較好的癡馬 看完無量線 這些發財大師雖然是登塔島的紙字 但跑下去有可能要長些路程才對發揮 一里或以上圖程的賽事 將來應該會比較適合他跑多些 五彭至今季新開倉 暫時來說 初出馬的數目比較少些 到現在為止 暫時都沒見到 五彭至馬王的初出馬 是贏馬或上名的 不過有一匹逐步贏 初出跑1800米 跑到第四 英勇猴王的周稅新價 是14萬奧元的 這匹馬的負是星球爭霸 星球爭霸已經剛剛離開了 這系馬今季成員上陣比較少 最多寬少上陣 沒有成績交出 神魔金光也是剛剛出賽 沒多久 都沒有成績交出 上季跑得好就贏過馬 但嚴格來說 跑得好上陣的次數也是比較少 過往這一系馬 以其用兵 又德威 都贏到很高班的馬 跑到分級賽 而星球爭霸自己 復應時都很厲害的馬 他贏過十一場頭馬 贏馬屠程皆乎1400米到2400米 最高競賽成就 贏過一級賽 贏過四項 在2004年 就贏過色尼諾頓錦標 以及色尼打比 都贏過 跑到2400米 之後回到紐西蘭 就贏了麥維錦標 然後到2005年 遠征法國贏了龍上磨坊大賽 中距離長途 兩科都可以 至於英勇猴王的武系 你是顛女兒 曾經澳洲圍省贏過六場賽事 贏過鄉村馬場賽事 集中贏短途那隻 一千米、一千一米 其中一節是膠沙地賽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短途馬比較多 少數可以贏到上千六米 看了父母兩線 英勇猴王 雖然是星球爭霸子 但看來性能會傾向短途 我猜1200至1400米 屠程賽事會適合他跑 能不能夠拉到1600米 真的要跑落才知道 英勇猴王 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的昆士蘭州 參加過一次試集 他在黃金海岸馬場師 試集那次跑第一 跟他一起的第二、第三名馬 第二名那匹之後 就在當地上過名一次 第三名那匹 暫時跑落 連名都未上到 偉達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沒有初出即勝馬 但今季跑得不錯 初出馬 一出即勝馬有一匹 那匹是吉隆 初出上到命的馬 都有兩匹 他們就是威馬先生 和洪峰聖景 沿途有你的半歲新價是12萬澳元 這匹馬是Deepfield 遙遠星空的指示 現在香港的大族 今季的成績仍然很好 這匹馬 近期都比較強勢 贏過馬的馬 有幸運傳奇 幸運旅程 年少有威 對行之星 鑽式奧場 和跑得寶寶 上過名的馬都多 顯心星 中華盛景 我游氣泡 電腦7號和的愛心 這匹馬來了香港短短幾季 一躍成為大族 近期的勢 無論在香港或者澳洲方面都是隻手可熱 這匹馬暫時來說 大部分的成員很早熟 跑短途就很好速度 個別有些跑泥地都頗厲害 至於沿途有理 他的母系是Long Road 白金礦 前向澳洲馬王白金礦的女兒 曾經在新南威斯州的鄉村馬場 贏過四場賽事 贏馬途程皆乎1400至2008米 母線加度的近代成員 其實短途馬比較多 大部分都頗早熟 看完父母兩線 這匹沿途有理 看起來的性能應該傾向短途 跑短途比較好 長力說不定 稍後的時間會略有增長 沿途有理來香港之前 在南澳洲參加過兩次試集 其中一次是跑第一 另一次是跑第三 跑第一那次 同組試的第二第三名馬 在南澳洲都各贏到一場頭馬 羅富全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即勝馬有1匹 那匹是會贏的 但其實初出上到名的也挺多的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雖然暫時都沒有初出即勝馬 但初出上到名的馬都有一匹 那匹是英雄豪邁 小刺彈的週稅身價是12000奧元 這匹馬的負負是Eurozone歐元區 也不算太新的總馬 不過這匹馬來到香港的成員很少 現在跑的只有韓周飛輪 贏過馬上名的 歐元區自己是Norton Meteor的紙字 服役的時候在澳洲贏過四場賽事 他贏馬途程介乎1200至1500米 最高競賽成贏過二級賽 在2013年的時候 贏過Sickley的史丹福錦標 而去到2014年雖然一級賽沒有贏過 但先在歐爾錦標上名 之後跑了蘭密堅尼大賽也上到名 1600米一級賽也是跑過位置的 至少刺彈的武系 Snitzel的女兒 上陣子就沒有上名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大部分都是短途馬 個別成員都比較早熟 先看父母兩線 這匹小刺彈看來會比較早熟的短途馬 長歷或稍後會有些增長 苗麗德馬房的初出馬上位 沒有初出即勝馬 但初出上名的馬有兩匹 他們就是錄音神區和競進無敵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暫時只有1匹苗麗德馬房的初出馬上陣 但沒有上名的 超霸性的周遂新價是14000奧元 這匹馬符號是Love Conquest All 成員向來都少的 不過今季跑得不錯 大財和勇眼光都贏了馬 天天智庫都接近過 這匹馬來到香港 不算太長時間 成員比較少之下 看來都是跑短的路程比較好 暫時都未見到有些成員可以跑到一里 至於超霸性的武器 沒有上陣的馬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雖然短圖馬多些 但如果翻查到這個武器的家族 遠一點的成員 去到第四代武器 就出過兩屆巧菲爾德盃得主的 Ming Dynasty的明朝 巧菲爾德盃就去到2400米 另外有些成員可以贏到一里橫以上 看完父母兩線 這匹超霸性 雖然不像跑到很長途的馬 初期都是跑短途開始 但跑下應該都有些機會加到程 去到1400米 甚至長少路程的賽事 有機會應付得到 超霸性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的昆士蘭州 上陣四次的贏了三場頭馬 三次贏馬 屠程就介乎800米到1100米 一次就贏草地 兩次就贏膠沙地 三次贏馬都是右轉賽道的賽事 直路賽他就未跑過 葉楚紅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到現在為止 表現都是一般 因為由上季到現在為止 暫時都未見到有 葉楚紅馬房的初出馬 贏馬或者上名 超霸性 今年5月14日的時候 在澳洲 昆士蘭州的陽光海岸馬場 Sunshine Coast 贏過一場1,100米的膠沙地賽 這場賽事 是他當地第三次上陣 第三次贏馬 之前上兩次陣都贏了 鏡頭見到 外擋上來的那一匹 其實他早段慢閘 一直縮在後面 等到直路才拉出外擋 一口氣就衝過了對手 贏起來就輕鬆 不過不要看第二第三名的馬 完全不夠他跑 因為兩匹馬之後 翼仗都是順利保重 這場賽事超霸性 水準看來不錯 開心寶貝的週稅新價是9萬澳元 這匹馬的負是Extravagan 比較新的總馬例 剛剛有一匹新成員上陣 世紀名達暫時未上名 Extravagan自己是Pentard的紙字 服役的時候先在紐西蘭上陣 合共贏了六場頭馬 由千二米贏到千六米 在紐西蘭的時候贏了兩項一級賽 先在2015年贏了紐西蘭二千堅尼大賽 去到2016年贏了淮卡托短途錦標 之後去到澳洲上陣就不太成功 至於開心寶貝的舞 是Bernadini的女兒 是澳洲服役的馬 雖然上陣帶沒有贏過馬 只是在千六米和二千零二十五米的賽事上名 武線家做近代成員 中距離馬就多一點 個別有些贏到長些路程 但是短途賽有些成員也贏得到 看完父母兩線 你的開心寶貝看起來就不像短途馬 跑到中距離甚至長些路程的賽事才對他發揮 開心寶貝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的新南威斯州和昆士蘭兩個州 合共上陣9次 贏過四場頭馬 贏馬屠程介乎12米到1550米 四次贏馬都是右轉賽道的草地賽事 直路賽和交沙地賽都未跑過 黎超聲今季初來香港開創 暫時跑到現在為止 都未見到黎超聲馬房的初出馬、贏馬或上名 開心寶貝今年6月8日的時候 在澳洲昆士蘭布里斯本的東奔馬場 贏過一場1350米的賽事 這場賽事已經是當地第八次上陣 第四次贏馬 是一場指標評分78分的洋賽 鏡頭看見內檔 紫藍衫上來的那一匹是開心寶貝 早斷躲在內蘭等機會 結果這一衝完全拋離了對手 第第三名馬雖然輸很遠 但第二名的那一匹之後 在當地贏到一場頭馬 第三名的那一匹之後 在當地贏到兩場頭馬 銀錘仔的週稅新價是25000英鎊 但到三歲的時候再次拿出來拍賣 結果新價大幅暴漲 到34萬英鎊 銀錘仔的負是Cody Bear 小紅犬 這款馬暫時比較新 香港只有一匹成員在跑 陸欣神區 上我的名字 暫時在香港還未交出頭馬 小紅犬自己是Codart的指字 服役的時候在英國贏過四場頭馬 贏過1400米、1600米 最高競賽成贏過二級賽 在2015年在英國的古活馬場 贏過慶典一里錦標 另外在2014年 他當時只有兩歲 在英國的杜河斯特錦標 新市場馬場的人 兩歲馬一級賽 跑過第二名 是一級賽的上名馬 至於銀錘仔的母系 是Dark Angel的女兒 曾經在愛爾蘭的李奧柏馬場 贏過一場兩歲的千二米賽 母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短途馬比較多 甚少能贏到一里或二上 不是完全沒有 不過數目比較少 這家族的交沙地賽性能都不錯 看完父母兩線 這群銀錘仔 看來初期跑短途開始 跑下去 略略可以加到程 1400米、1600米途程的賽事 他有機會拿到 銀錘仔來香港之前 在英國上陣兩次 贏了一場頭馬 贏馬的仗是初出的 在金盾馬場 贏了一場1200米的交沙地賽 之後轉戰去紐百里馬場 跑1400米的直路賽 家晨轉場地 一樣跑得不好 雖然贏不到他 跑第二 但跑第一名那匹威斌 都挺好的馬 那場賽事銀錘仔 衰敗由榮 高柏新馬房的初出馬 近季表現是影震一般 由上季到現在為止 暫時都未見到高柏新馬房的初出馬 能夠贏馬或上名 傑出漢子的周稅新價是38000澳元 這匹馬的副是叫Subok 比較新的總馬 這匹馬今季有一出即勝馬 吉隆 另外必跑得 最近也跑過上名 Subok自己是Snitzel的子 服役時在澳洲贏三場賽事 都是贏短途賽 1100米和1200米 最高競賽成就在費明頓馬場 贏過一場三級賽 傑出漢子的武線如何呢 外攻是Deproff 武系服役時在麥爾本和鄰近的格寶馬場合共贏兩場賽事 贏馬途程是1400米和1500米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雖然有些都贏到短途 大維來說似乎長的路程適合他們跑多些 一里至二千米途程的賽事就是他們的強項 看了父母兩線 是一筆傑出漢子 看來初期會從短途跑起的馬 但跑下去有機會要增程 1400米甚至一里途程的賽事 他有機會可以拿到的 傑出漢子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昆士蘭州的黃金海岸馬場上了兩次陣 上陣兩次都贏了 贏馬途程是1200米的賽事 跑草地 兩次贏馬都是右轉賽道的賽事 直路賽和膠沙地賽未跑過 屢建威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即食馬有三匹 威武覺醒 包裝必勝 揚明天空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初出即食馬都有一匹 那匹是厲害的 傑出漢子 今年4月16日 在澳洲昆士蘭州的黃金海岸馬場 贏過一場千米賽事 這場賽事是他當地第二次上陣 第二次贏馬 初出的仗在同一馬場 贏同一路程的賽事 這場是連接 鏡頭見到在內檔 藍衣白帽 那匹是傑出漢子 早段躲在領方馬後等機會 結果被他等到 入到200米 有條路給他上來 偷出後慢慢贏馬 贏得上來不算辛苦 第名的馬 之後在當地上到名 暫時未再贏 但第三名的那匹好 之後在當地贏了四場頭馬 薄財的周穗身價是11萬堅 這匹馬的負負是澳大利亞 那些系馬在香港很少出現 雖然澳大利亞也不是很舊的總馬 近年有一匹來過香港跑的 旗次輝煌 但贏了一場頭馬之後 沒多久就退役了 旗次輝煌在香港贏了一場 是1600米的草地賽 在沙田贏 那些系馬暫時來說 在外地都是跑長的路程比較好 可能都是由於澳大利亞本身 英愛雙鳥打比的得主 而且在2014年的時候 贏了兩項打比之後 贏了約克國際錦標 如果計回血線 澳大利亞就是天文學家的指示 至於博財的舞系 Daniel Dancer 的女兒 曾經在美國的堅蘭馬場 贏了一場1400米的泥地賽 母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短途馬 中距離馬比較多 個別有些人上2000米 膠沙地泥地賽性能 大部分成員都不錯 這個母線家族裡 近代出了一匹 鷹陽晴空 Free Eagle 王家瓦事谷賽奇 威斯親王 給他得主 也是現役的總馬 看完父母兩線 為何博財看來不像是短途馬 跑落中距離 甚至要長途賽才適合他跑 一里或二上 適合他跑多些 博財來香港之前 在愛蘭上陣五次 贏了兩場頭馬 兩次贏馬 一次是1712米 另一次是2038米 兩次都是贏右轉賽道的草地賽 直路賽跑過一次是上名的 跑到第二名 膠沙地賽他未跑過 大衛希斯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表現不錯 上季一出即勝馬有兩匹 他們分別是緊張大師和王者精深 但今季說大退步 跑到現在超過10匹上陣的大衛希斯馬房 初出馬 竟然是無一上名的 一代天驕的肺 是邦荷薩 這系馬其實不新 邦荷薩也是年代久遠的總馬 千禧年代出世的 他是Belong to me 的指字 如果說邦荷薩自己服役的時候 都算好 贏了九場頭馬 由1200米贏到1700米 最高競賽成就贏過一級賽 在2007年的時候 在考菲德馬場 贏過羅帕奇勒著士錦標 那一項是1400米的一級賽 這系馬過往有 嘉遜太陽戰馬來到香港服役 嘉遜就贏過兩場頭馬 贏1400米 太陽戰馬沒有贏馬 但上過名 一代天驕的母 Depolf 女兒 曾經在澳洲黃金海岸馬場 贏過一場1300米賽事 武線加渡的近代成員 大部分都幾早熟 短途開始 個別有些贏得上一里 看了父母兩線 一代天驕看來 性能傾向短途多一點 看來都是短途跑起的 跑落 說不定有少少機會 可以抬到1400米 或者一里屠城的賽事 一代天驕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的維多利亞州 和南澳洲 兩個州上陣11次 贏了兩場頭馬 兩次贏馬都在墨爾本贏 一次是巧菲爾德1400米 那場是二級賽 一千堅尼預賽 另一場是沙丘原賽馬場的賽事 都是贏1400米的 之後曾經澳洲堅尼大賽 一趟一級賽 爆冷跑入第三名 那場輸給對手 就是維多利亞打比 和適妮打比的雙鳥打比得主 一個厲害 他輸少少 論文 這匹馬我們在越洋直播賽事 見過他 大家如果不善望 都應該記得今年的 大不列顛錦標 王家雅士谷賽奇 結果這匹論文 就在莫雅手上 贏了大不列顛錦標 當時和長篇傳奇 莫雅鬥大圖里 他就險勝那匹 論文就是他 論文的副是Kingman王瀑 這匹馬來了香港 都不短時間 大部分成員都跑得不錯 今季雖然有頭馬交出 但王寶隱形翅膀都接近過 王寶上季就多折馬來 王寶自己是Invincible Spirit的子字 服役的時候 朱德望玉馬場旗下的馬 贏了七場賽事 集中贏中距離賽 14米贏到16米 一級賽贏過四項 2014年先贏了愛蘭二千建尼大賽 接著到王家雅士谷賽奇 當時贏了聖尖武士皇宮錦標 然後到古薩塞克斯錦標也贏了 轉戰法國也贏了傑克莫華大賽 當年是很厲害的中距離馬 至於論文的武器 曾經在英國的溫法涵頓馬場 當時贏了一場千九米的膠沙地賽 可能是跟Mr.Max的指示有關 因為那是馬是很擅長的 但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大部分跑短途和中距離賽比較好 這個武線家族出了一匹 有很多中距離賽和長途賽的好手 看完服務量線 這群論文應該是中距離馬 傳熟之後 場力有些機會更長 千八米、二千米途徑的賽事 有機會更長 泥地賽應該也挺擅長的 論文來香港之前 在英國上陣五次的 贏了一場頭馬 贏了一場頭馬 就是大不利癲錦標 30分馬跑第一 是千六米的直路賽 右轉態度的賽事 他也跑過 在沙丘圓馬場上陣一次上名 交沙地賽也跑過 在領飛馬場的千六米交沙地賽 他跑過第二名 高柏新馬房的初出馬 近季表現真的一般 由上季到現在為止 暫時未見到高柏新馬房的初出馬 贏了馬或上到名